12月13号 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闭幕 经过三天激烈比拼 沃省选手获得一金二银的好成绩 此次大赛 沃省派出56名选手参加51个项目比赛 包括33个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和18个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 来自沈阳的参赛选手陈胜南获得国赛精选茶艺项目的金牌 张文良获得国赛精选装配钱工项目的银牌 来自铁岭的参赛选手江浩获得试赛选拔工业控制项目的银牌 此外 沃省20名选手获得大赛优胜奖 5名选手将进入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